那么好大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收看咱们这个野心方式模组第十日期了 也是好几天没更新了呀 最近有点事情耽误了一下 我们在上期呢也是训到了一些生物 咱们旁边啊这个小熊猫啊 就是咱们上期给训到的 然后呢在咱们这个家的外面 还是训了一只板龙和一只这个泰坦鸣虫 至于那个什么女猎龙和翼龙吧 我也不晓得去了我了 反正就是找不到了 对了在咱们找龙之前了 我还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咱们上期的一些操作啊 就是像一只龙没有耐力和那个 和那个泰坦鸣虫被射死的这个两样情况啊 就就比较特殊啊 因为像现在就是和大家在交流啊 就在做实况的时候 大家在这个对话的时候 就去解说这个游戏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啊 我就会忘记一些忘记一些操作 我们说呢就是一心没法二用 就是我在和大家去说话的时候啊 就会忘记去看一些东西 这个以后咱们得注意啊 注意一下就行了 因为上期那个 确实如果是用A镜的话 那个泰坦鸣虫它就不会死 因为泰坦鸣虫它那个血量条比较明显一点 用的是B镜 当时我是没有注意到那个血量条啊 那个没办法啊 以后不会再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了啊 这个也得给大家道个歉是吧 好了那咱们就继续这一期啊 咱们要做的一些东西 好了各位啊 我现在是到这个家附近的一个山里上 我发现了一只145级的这个巨刺龙啊 也叫巨疾龙也叫巨刺龙 然后呢我就准备把这个家伙给训到手 好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家伙是怎么训的 我用望远镜看一下 这要是打云驯服的 打云驯服了 那咱们就得先清理一下周围的这个生物啊 把这些有威胁的生物都给清理掉 好的好的朋友们 这附近的这个有威胁的生物我都给清理掉了 然后我先回去啊 我先回去拿一下这个麻醉剂 麻醉剂应该是做的差不多了 好的各位 我现在是把这个麻醉剑做好了 然后过来准备开始驯服这个家伙 驯服这个家伙我不准备用那个困龙房 哎 哎 他怎么变这45的了 等等等等等等 哎呀 难道是我之前就看错了 都是一直145的吗 哎 神暴情况 他不是145的吗 是我看错了还是说刷新了呀 就在这个位置没错的呀 短短几分钟 偷梁换住呢这是 我再看看 45 哎呀 等等等等我 好的朋友们 我刚才是确定的想 我之前找的那只确实是一只145的 然后这只45的可能是另外一只啊 咱们在这附近再找一下 看能不能把这个145的找出来 各位啊 我在附近飞了一圈啊 确实是没有发现那个聚集龙啊 不知道是去哪儿了 就只有这只45级的了 我之前杀掉的那只是32级的 我很清楚啊 可能是刷新掉了吧 没有缘分啊 这种就是真的是没有缘分 那咱们就在周围再看看啊 找一个新的目标 对了 我还想做一个测试 找着镰刀龙做测试 就是咱们上去去那种小熊妹啊 他好像是这种主动攻击的石头龙啊 好像带上小熊妹他都不会攻击啊 我试一试这个镰刀龙 他会不会主动攻击我 不会 哎朋友们你看啊 我现在是带着小熊妹啊 这个镰刀龙他就不会再攻击我了 嘿嘿 还可以可以可以 这小熊妹还是挺好用的 让我们继续去找龙吧 嘿嘿嘿嘿 朋友们朋友们 我发现了什么 我这山上发现了终于 这个叫那个什么法 法莱希尔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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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说乱说的啊 哇这个很猛很猛的朋友们 我如果现在去他旁边 我肯定就没了 因为他有一个把人物的坐骑啊 给叼在嘴里的一个能力啊 我是不敢去就和猪一样 虽然说他不是飞扑的叼 他是原地叼啊 就和螳螂一样 他可以把人的坐骑叼起来 而且是大型龙啊 一样可以叼起来 之前在直播的时候 我就被他叼起来了两次 所以啊 咱们今天必须给他训了啊 我先看他的IG是多少集做的 能做啊 72 那差不多啊 咱们是70集 训了咱们就差不多就是72了 不过他的眩晕啊 有那么一丢丢的高啊 有13000的眩晕 而且是有减伤的 所以啊 咱们得准备个200 200是麻醉剑才能过来 记住这个位置啊 咱们记住这个位置 希望他待会不要车没了 我跟你们说啊 朋友们 这个家伙我们能训到啊 绝对的无敌 因为他的伤害是真不低啊 对啊 朋友们啊 这个是叫法索拉厄啊 这个叫法索拉厄啊 这是另外一只15集的 它是叫法索拉厄啊 不是什么法兰西啊 那是我瞎说的 记名字仔细一半 那我们回去 回去做这个麻醉剑 各位啊 我现在是回到这个家里啊 正在做这个麻醉剑 那么这个现在是麻醉钥匙还不够 我现在发起一个问题啊 那个家伙是需要金属的 金属材质的建筑才可以困住他 石头建筑它是可以破坏的 所以说咱们啊 还得做四块那个什么广告牌去给他困一下 至于广告牌到底能不能困住 我其实还是 不是很清楚的 不是很清楚啊 就说咱们得试一试 但是做这个广告牌它需要这个水泥 所以咱们得先去一趟啊 去趟外面去找一下水泥 这个位置是我知道的 在孤岛啊 在孤岛为数不多 会刷河里窝的地方 过来碰一下运气啊 还真找到了一个 而且就只有一个窝在这里 我现在发现个问题啊 其实刚才咱们在丛林看到那只聚集龙啊 好像是和平驯服的 好家伙 这个聚集龙还真是和平驯的呀 朋友们 我真的是服了自己了 我当时在想什么 好的啊各位 我现在是做好了这个麻醉剑啊 做了两百多支麻醉剑 还有就是四个广告牌 两把这个鲁 然后呢 是已经来到这个法索拉奥所在的位置啊 然后咱们要找一块平地 把那个广告牌放上啊 咱看能不能把这个给困住 现在我不确定的是这个广告牌啊 他能不能困住这个法索拉奥啊 法索拉奥是在下面 那和一只什么玩意打架 我们就只有一次机会啊 困住这个家伙 如果没困住啊 那咱们就 什么家当都没有了 等我们先去找一块比较平的地方啊 因为这个广告牌一定要平 地方不平的话很容易就跑出去了 而这个地方啊 它好像不是特别的平啊 所以就要到河流这个位置了 那咱们就直接在河流里啊 直接在河流里 因为上面都不太平啊 我现在发现这个最平的位置啊 就是在这个河这里 在他过来之前啊 咱们把这个广告牌给放好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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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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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们要吓死我了 该是朝着我就冲过来了 什么鬼 这仇听范围这么远吗 快点快点捡起来捡起来捡起来 哇这太可这玩意儿太可怕了 你知道他有多可怕吗 不是我以前被他灭过两次 不是灭了不是 哇他速度有点快啊朋友们 不能被他咬到了 咬到了就能死了一条 OK Nice 好 现在 哎呀 没有放好 你给我放偏了 啊困不住 困不住 困不住 困不住呀朋友 他走就出去了 但是我刚才发现一个天然的捆动房啊 怎么可能是不需要 不需要那个 可能也能困住他 来来你过来 你过来我这叔叔这里有好掐的 啊 OK 他的头 已经是进来了 看看能不能 把人下作骑 不行不行不行 都出去 咱们老跑了 不行的话咱们就直接骑射吧 看能不能给他捅鸣啊 咦 卡住了 这家伙卡住了呀朋友们 真的又谁是天命啊 这就是天命 天选之子 还可以啊还可以 那几棵树真的是完美 很完美很完美 长得很不错啊 那几棵树都已经可以成为兄弟了 我真怕他突然就冲过来了 然后毫无防备的 还要啥困隆防备呀对不对 做了半天的那个管道盘 结果困不住啊 8000选手 别打扰我啊 这个防鼠拉的背部领甲 是有这个减伤的 这稍不注意打偏了的话 就会浪费那个麻醉劲啊 哎呦 这啥情况呀 哎我在干嘛 哎 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他的血量呢 啊真的该死 我怎么会这种操作啊 我的伐手拉扰呀 算了 改天再训吧 啊我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这个毕竟太难注意他那个血量了 真的太难注意到了 如果是A技的话肯定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嗯 咱们先回家吧 重新再戳一些麻醉剂 然后再找一下 开始训一下其他的什么生物吧 阿索拉二现在是没有希望了 只能看找一找 可以没有其他的东西啊 我们现在呢 就只能再重新找一下 看能不能训一些啊 比较有意思的生物啊 但是有很多条件 咱们现在是训不了太多啊 比如说啊 像有一些是需要特定的食物的呀 或者是需要特定的一些等级的呀 对吧 咱们都训不了 就找一找啊 找一找 看能不能训到一些啊 比较好用一点 我觉得这是85级的射龙 感觉还不错诶 6000的血云 好的各位 好的各位 我现在已经确定了啊 就这是85级的射龙啊 等级咱们现在要求也不要太高了 对吧 能训到就成 能训到就成 这样吧 他现在是对战了三只巨蜥啊 如果他能把这三只巨蜥给打过啊 那咱们就训他好不好 就说明他的强度啊 一定是在线的 好 他还活着啊 巨蜥要死了 哇 牛的呀 天哪 这射龙居然还在 搞定 救他 开始被困龙房 救他了 救他了 好的朋友们 我现在是这个困龙房是搭好了啊 就是一个简单的四层四的一个胁迫困龙房 我们现在去把他给引过来 这个家伙是没有击落起手的这种东西 咱们也不怕他 随便怎么引 他打捶我们几下 捶我们几下 没有关系的 捶几下没有关系 啊 啊 这个该是个石头 他不会跨不过这个石头吧 哎 进去了 哎 进去了 有没有感觉呀 已经进去了 感觉到了没有 嗯 确定下他的等级啊 他等级到时候就不是八十五的 确定是八十五 没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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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和高手吧 对不对 究竟这射龙还是错处有余的 OK 好的朋友们 咱们这射龙是成功的 他打晕了 哇 他这个体型啊 是真的有点夸张啊 有点太大了 感觉到有点 脸上霸王龙的体型了 不过 等他起来之前吧 咱们再去作为观影吧 看有没有其他的 可以训的 朋友们啊 朋友们啊 就像我刚才这个射龙啊 就是射龙打晕了这个地方 旁边有一只九十五的重庆龙 我看能不能给他训到手啊 我看能不能给他训 咱们有小熊妹啊 这重庆龙应该是不会打我的啊 咱们就只能试一试啊 用紫色箱我看能不能训进来吧 反正这个射龙也是在正常驯服 对不对 就 顺便来看能不能把它给训进来 诶 等一下朋友们 这里刷了一只一百二的射龙 我让你打一会儿 让你打一会儿 跟爷爷进屋 好的朋友们 这只一百二的也是咱们的这个狼中之物了啊 轻松啊 非常的轻松啊 咱们还有四十二的麻醉剑 可能也是有点不够啊 我们先回去拿一下这个麻醉剑去 拿下这麻药再做点麻醉剑去 再见 哎呀 什么情况朋友们 我刚刚家里拿马见过的这个射龙 再对待一只晕倒了 射龙做什么了 奇奇怪怪 我好像看到什么不该看的龙片啊 这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会担心啊 就是担心这个 咱们这刚进来的是一百二的就是射龙啊 他不会打到地面上倒地的那只射龙 其实不会的 这个方式啊 他是同种类的龙啊 不会打到同种类的 不会打到 OK 好的 朋友们啊 这两个是 知识一模一样的倒在了我的面前啊 看看朋友们看看啊 朋友们啊 要强大了呀 朋友们 看看咱们脚底的这两只射龙怎么样 啊 不就是法索拉二吗 啊 有咱们的四二强吗 咱们四二龙逼那个法索拉肯定是强到哪里去了 对不对 所以说啊 不就是死了一只法索拉吗 咱们没变那么伤心 咱们有四二一样的呀 都是鳄鱼呀 是不是 哎 哦 对啊 咱们刚才还训了这个重庆龙的 顺便 顺便 咱们把这个重庆龙也一起给训了 对吧 来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啊 就叫奥勒摩 好的 各位 怎么样 咱们骑了这个射龙怎么样 帅不帅 怎么感觉是一只鸭子呢 怎么怎么这么像一只鸭子啊 真的啊 他这个脚步声啊 我越听越熟悉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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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死的鱼呀 很想训练 但是他吃非凡饲料 只能用非凡饲料 其他的饲料都不行啊 绕过去绕过去 啊 我以为他不会这么 我以为是小熊猫的原因 他不打我了 我干 都突然间打过来 一千多血啊 就那么一口一千多血啊 我说伤害 这射龙的伤害有点离谱啊 朋友们 一口下去两百多啊 哇这个 啊还有对手吗 还有谁 还有谁 这才85级啊各位 可能他打鱼是 伤害要高一点吧 他右上角啊 是有一个 说湿润buff啊 是和疾背龙一样 他是有这个湿润buff的 所以咱们在水中啊 是 一个比较强的 一个战斗龙 哦他打鱼啊 打鱼是有增伤的 和中爪龙一样 攻击这个鱼是有增伤的 哦我忘了 刚才咱们还有这个 重庆龙了 重庆龙训了一半啊 继续再训一下这个重庆龙 OK朋友们 咱们这个重庆啊 咱们这个重庆龙啊 是给他训起来的 他应该是可以 帮我们采集这个僵果的 那虽然说咱们有百龙了 哎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啊 好咱们走水路回家 咱们这两只射龙啊 是已经成功训到手了 接下来吧 咱们就得带着他们啊 去闯荡这个世界了 是不是 哎呦咱们啊 刚才啊 也是顺便的训练一下这个重庆龙啊 咱们就在旁边嘛 等级还不错啊 也是和平训的 也顺手训练一下 看他的负重啊 以这个伤害 咱们呀 可以带着他出去打一些矿什么的 不然采集一个支援啊 重庆龙的安啊 他比射龙的等级要求还高啊 是七十级的 不过呢 他是不需要这个金属钉的 瘦皮啊 木头什么就可以了 好 各位 我先是把这个重庆龙的这个安事 给他做出来了 咱们现在去看人家重庆龙 他又有什么能力啊 看他这个重庆龙啊 看他会做些什么 铺头 他踩不了 这个草啊 他也踩不了 我的天 哇 这个技能我喜欢 诶 可以踩 他是用什么踩的 没看到动作 哦 用嘴 用嘴巴可以踩 用嘴巴可以踩 他的左键 甩尾 右键 垂地啊 右键还是尾巴 尾巴垂机 他的X键啊 是这个冲刺架 冲刺架 甩尾 哇擦 贼帅啊 朋友们 然后他的X键就是可以把这个草 可以采集这个木头 茅草啊 什么僵果都能采啊 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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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呢 要去后山啊 去采一下这个金属 因为他的负重嘛 比较高 目前呢 这个重庆龙的负重是最高的 我们就期待他去采一些金属回来 天啊 很强 很强 技能挺多的 可能还有一些技能 都没有发掘出来 可惜啊 他没有减 没有减重 没有减重 咱们也打不了太多的这个金属 各位啊 我现在虽然说是训到了这个两只色龙啊 还有一只重庆龙 但是咱们那个法首拉扰没有训到啊 我心里头总感觉是空捞捞的呀 要不咱们再去找一圈那个法首拉扰 说不定 有满级的 行吧 趁现在时间海岛 咱们再去找一只怎么样 哎 这有一只鳄鱼 十级的法首拉扰 不行啊 不行啊 咱们今天啊 看能不能做个睡袋啊 为什么咱们要做睡袋呢 咱们其实也不是怂啊 不是怂 只是想给你们展示一下啊 这个法首拉扰它到底有什么功能啊 我会这么害怕啊它 OK 这是一只十级的法首拉扰 咱们把它杀掉啊 看能不能给它刷新啊 看能不能刷得最高的你的法首拉扰出来 先等它 等它把那只暴龙杀掉吧 啊不对啊 它和暴龙 我没有打 它没有和暴龙打 它们俩是一起的 没关系 我会出手的 吃一个东西啊 我就知道 小熊猫 小熊猫 快快快快快快 真救小熊猫 放开小熊猫 放开小熊猫 啊 但是打不过咱们四号龙了啊 没关系啊 走哪儿下去了 我没错 降到闪啊 这里可以啊 这里可以这里可以 咱们蹲着走 蹲着走 但是那里有只精英牛龙啊各位 希望它不会朝咱们的龙那边去啊 哎呀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OK啊那只 哎呀哎呀哎呀 我还有一个包呢 跑在这儿 啊没事了没事了 没事了没事了 没事了没事了 直接虚击一下 这就牺牲了这小熊猫啊 我是忘记身上有这小熊猫了 我是忘了忘了 大意了大意了 真的是大意了 天啊这家伙 残了呀 各位这叫残了呀 残了 三尼是老银还是臭臭有鱼的 啊 好的各位 包解回来了 照着事情啊 咱们视频里的观众们啊 请勿模仿 请勿模仿 我就是想给你们展示一下 法索拉厄的厉害啊 但是我忘记我身上 啊 我的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摆了两个睡袋啊 我准备了一只 射龙在旁边 结果呢 没想到的是 没想到咱们把身上的这只小熊猫网了 不过 无所谓 小熊猫好迅啊 对不对 各位 咱们小熊猫啊随便迅的 没关系 啊 好各位 咱们现在是把这个射龙收了 收了 咱们回家 回家 这一趟呢 其实主要是想看一下 有没有高等级的这个法术了 结果他没有啊 没有 咱们就回家吧 然后这一期的这个进度了 也就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 好 好 一百五世纪的奥沙拉龙啊 这不训 训训训训 他是不会主动打咱们的 咱们是 可以训的 看能把这个 重庆龙给 沙拉拿一些肉啊 拿一些优质生肉 我靠这什么鬼buff 你们看右上角 然后 一二三四五六六 就是拿十几个buff 我还好他buff上还不高啊 要是换着另一个笼的 这十几个buff 跌起来啊 我可能直接嗝屁了 已经 这个加油是随便训的啊 但是不会主动攻击的 然后一口是咱们 然后喂一次是17%啊 要喂 6 6到7口左右啊 OK 这叫奥沙拉龙啊 朋友们 哇 224啊 感觉上很强呀 各位 刚才把它收起来 回去啊 回去咱们坐安 回家 看到没有 熏龙高手的运气啊 一般人是没有的 回家了 还能顺拐一只满极龙啊 简直了 无敌朋友们 这不得让我在这个孤岛 横着走吗 满极的奥沙拉了 奥沙拉龙啊 各位 这不是一般的墙 好的 各位啊 我现在是带着这个奥沙拉龙已经回来了 然后呢 咱们这一期啊 一共是选了这个两只的四奥龙啊 选了两只四奥龙 一只和平选了重庆龙啊 还有一只和平选了这个奥沙拉龙啊 所以咱们啊 这一期一共是选了四只的四只生物啊 这四只龙啊都是挺强的啊 而且是非常有特色的 不过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咱们到这里啊 也差不多也要结束了 喜欢咱们这个实况的朋友啊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啊 好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